这俩车跑高速差距还是蛮大的 你开丰田荣放跑高速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行驶车到行驶啊 不要总惦记的去超车啊 或者不要去超车到行驶啊 虽然他俩都是搭载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但是差距很大 马自达7X5发动机除了拥有和荣放发动机一样的耐用性 而马自达7X5发动机压缩比达到13比1的高压缩比 所以爆发力要好于荣放啊 比它更好 并且马自达7X5匹配的是自家生产的6UT变速箱 这款变速箱的特点就是不仅皮色耐用 而且升挡降挡非常快速聪明不顿挫 而且传动的效率也是可以的 而丰田荣放匹配的是CVT变速箱 懂点汽车知识都知道啊 和马自达6UT相比差太多了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有人说马自达车子不行 我跟你说那都是没开过马自达车子的 那都是在口水机 瞎说互说八道 两管车的同样跑高速时 在操客车客车货车变道时 一脚踩下去 显然马自达7X5动力来的更加干脆利落 而反过来 丰田荣放一脚踩下去 发动机在失吼 但转速也很高 但是就提速很慢 最主要就是它的CVT变速箱的一个缘故 再加上自然吸气发动机 二者一搭配可以就是说佛系中的佛系了 需要超车变道时 一定要提前预奔好你的车距 再一个 这辆车跑高速底盘的差距很大 超车变道时 虽然都是前麦弗逊 后面多轮杆的旋架 但是马自达7X5的底盘 超车变道时跟着有些更好 紧致感会更好 侧倾控制也比较小 它不松闪 而丰田荣芳的底盘略显松闪 车身姿态控制的也不如马自达7X5 所以说这两款车吧 绝对是马自达7X5 要好于丰田荣芳跑高速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